嗨,大家好,我是钟立来 服务于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也是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成功大学的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程 结构耐震设计 这个单元是用图系数与设计地震力 那我们在规范里面呢 对于一些重要的那个建筑物 我们用图系数啊 来提高它的那个设计的基准 那提高它的设计基准呢 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个的话比它的 用它的那个设计震度啊 来提高这样 那另外一个的话来提高的 直接提高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这样子 那这个单元呢 就是探讨说 那我们究竟呢 是直接提高它的设计地震力 还是提高它的那个设计震度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专有名词 那第一个是用图系数 那英文呢是importance factor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有介绍两种方法 那一个的话就是用直接来提高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 那我们就说设计地震力放大法 那英文呢是design seismic force amplification factor这样 amplification method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方法的话是提高它的那个震度 那叫做震区普加速度放大法 那就是seismic zone spectral acceleration amplification method这样子 好,那我们用图系数I啊 在我们的规范里面啊 就是用来啊 对一些重要的那个建筑物提高它的那个设计水准 然后呢提升它的那个耐震能力这样子 那这个I呢可以分成有三类 那I等于1.5,1.25,还有1.0这样子 那对于第一类的建筑物 就是说地震灾害发生之后 它需要维持功能 它是用来救灾用的这样子 那么I呢就是1.5这样子 那对于第二类建筑物呢 它储存有很多这个毒性的 爆价性的那个危险品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损坏啊 第二类建筑物损坏呢 会带来一些二次的那个灾害这样子 那么I也是用1.5这样子 那第三类建筑物呢 就是公共种使用的那个建筑物 那I呢就用1.25 那其他像一般的那个民宅的话 那I呢就是用1.0 这个在耐震设计规范啊 这个2.8节啊 有做一个叙述这样子 好那我们说过有两种方法 然后呢一个的话就是 正区的那个普加速度放大法 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设计地震力放大法这样 然后这个正区设计普加速度放大法的话 那就是说用图技术I呢来放大这样 那如果I等于1.0 那就是说我们有SSD 有S1D这样 SSD呢是短周期的 那S1D呢是一秒周期这样 那如果I次等于1.25 所以说对一个建筑物 它的I用途系数是等于1.25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SSD啊 放大1.25倍 S1D放大1.25倍这样子 那如果说对于I等于1.5的话 那我们就把SSD啊 放大1.5倍 S1D啊放大1.5倍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回头看这个设计地震力的时候呢 这个1.0的时候 I等于1.0的时候 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是V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放大法的话 那当I等于1.25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啊 未必是1.0的1.25倍 那如果说当I等于1.5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呢 未必等于1.5倍的V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设计地震力放大法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的设计地震力啊 直接用用途系数来放大这样子 那如果I等于1.0的时候 设计地震力是V的话 那I等于1.25的话 那那个设计地震力的话就是1.25V了 I等于1.5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呢 就是1.5V了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要保持这个设计地震力呢 用I倍来放大的时候呢 那我们来再回头看它那个正区的 那个设计水平补加速度系数的话 这个SSD跟S1D的话 那就是说当I等于1.25的时候 那这个SSD呢 未必是放大1.2倍 那当这个S1D呢 也未必放大1.2倍 那当I等于1.5的时候呢 那个SSD呢 未必放大1.5倍 那S1D呢 也未必放大1.5倍这样子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举个例子 那我们用粉凝土工程设计规范的应用下策 那就是土木40是100的那个下策这样子 然后它里面有个范例的话 是10层楼的钢筋粉凝土构造 那我们用Y向为例这样子 然后它的那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的话 T是等于1.164秒 然后系统的韧性容量 R呢是等于4.0这样子 那我们再把这个范例啊 的那个位置啊 改在这个台南市的永康区 那这个的话 是跟这个土木40是100 是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 好 那因为是它是坐落在这个台南市的永康区 那我们就查表着2-1这样子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短周期的设计水平加速度 系数 然后呢 这个SSD呢 就是等于0.8 然后1秒周期的话S1D呢就等于0.4这样子 然后这个公尺呢 离这个星化断层呢 这个大概是6.9公里 然后就远离这个5公里 那么这个我们查这个规范里面的表2-4-5 那我们知道这个NA就是这个挡加速度段的进断层通向调整因子 就是等于1.0这样子 那这个NV呢 就是等普速度段的进断层通向调整因子 这个NV呢就等于1.0这样子 然后这个公尺呢 是属于这个第三类地盘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从这个I等于1.0开始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SSD呢 就是等于0.8 S1D呢是等于0.4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知道说这个进断层的调整因子啊 NA是等于1.0 NV呢也是1.0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SS是等于0.8 S1呢 也就是等于0.4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知道说这个公尺呢 是属于这个第三类地盘 那我们就查表2-2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公尺的那个放大系数 FA呢 是这个等加速度段的1.0 FV呢是等速度段的是1.6这样 各位要特别注意说这个1.6这样子 那这个1.6呢 I等于1.0的时候是1.6 但是I等于1.25 I等于1.5的时候呢 这个FV呢 就不是1.6了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SSD 有了NA 有了FA 那我们把它乘起来 那我们就得到SDS 就等于0.8 那我们有S1D NV 还有FV 那我们就会把它乘起来的话 那我们就会得到SD1 就等于0.64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SD1了 也有了这个SDS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那个分界 那是T0D这样子 那这个T0D呢 就是等于0.8秒了这样子 好 那因为我们的那个结构的那个基本正中周期啊 是1.164秒 它是介于这个T0D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之间这样子 所以这个SAD呢 就等于SD1 Divide by T 那T的话就是结构的那个基本正中周期这样子 那就是这个0.64除以1.164就得到0.5498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允许的韧性容量 因为它是坐落在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这样 所以这个RA是等于1加上R减1Divide by 1.5 那就得到这个3.0这样子 那个R减1除以1.5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把那个硕性段啊 只允许用到这个三分之二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就是允许韧性容量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我们那个结构基本正中周期T 那是大于这个T0D这样子 所以这个D正义折减係数FU啊 就是等于RA就等于这个3.0了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SAD有了FU 那我们就可以把SAD啊Divide by FU 那就是等于0.5498除以3这样子 就等于这个0.1833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SAD Divide by FU啊 小于这个0.3 所以呢它就不需要做一个Modification 所以这个SAD除上FU的那个修正的话 就是等于SAD Divide by FU 就是等于0.1833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的设计方法 还有这个载重组合的那个载重因子 这个I呢 这个载重因子是等于1.0 所以这个AlphaY啊就用1.0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SAD Divide by FU Modification 那我们也有AlphaY 那我们就这个找到这个最小设计水平总横力这样 这个V 那这个V呢就是等于0.1309W这样子 那就是说结构的那个全部的那个进载重的 0.1309倍这样子 好那跟着的话我们看这个I等于1.25 那就是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 这样我们现在跟着用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这样 那因为是用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 所以我们这个SSD呢就放大1.25倍 S1D呢也放大1.25倍 那经过放大之后呢 这个SSD呢就等于1.0了 那这个S1D呢就等于0.5了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这个进段层的调整因子 NANV啊都是这个等于1.0这样子 那说说说我们得到这个SS呢 就是等于1.0了 S1呢就是等于0.5了这样子 好那再来的话这个是属于这个第三类地盘 那我们这个查表2-2啊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FA 就是这个加速度段 等加速度段的公子放大系数 就等于1.0这样子 F1呢就是等速度段的那个公子放大系数 就等于1.4这样 那这边用红色的框框框起来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回头看的话 当I等于1.0的时候 F1呢是等于1.6的 那但是当I等于1.25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正区的那个普加速度系数放大了 所以呢因为正度放大 这个F1呢就从1.6啊降低到这个1.4这样子 好那我们有了SSD 有了NA 有了FA 我们把它乘起来之后 就得到这个SDS 就等于1.0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S1D 有了NV 有了FV 把它乘起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D1这样 那就是等于0.7这样子 好那我们有了SDS 等于1.0 SD1等于0.7 那我们这个相除之后呢 那就得到这个短周期跟中长周期啊 的那个分界这样 那就是0.7秒这样子 好再来的话 我们看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的那种周期 它是落在这个T0D 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D之间这样 所有呢这个SAD 就是结构的那个设计普加速度系数 就等于SD1 Divide by T这样子 然后出来的话就是0.6014 然后呢这个0.6014啊 那如果说我们把跟原来的SAD来比较的话 那就是等于1.094 SAD这样子 那就是说I等于1.25的SAD啊 就是等于啊 I等于1.0的SAD的1.094倍这样子 那并不是1.25倍这样子 那原因的话就是因为FV的关系 对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等速度段的那个公子放大系数这样子 好 那我们的允许任性容量呢 这RRA呢 还是这个3.0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这个结构的基本设计周期是大于这个T0D的 所以这个FU啊 就是等于RA 就等于这个3.0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SAD了 那SAD呢 就等于这个0.6014 那我们有了FU了 就等于3.0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SAD啊 Divide by FU啊 就等于0.2005 那因为它是小于0.3了 所以就不需要Modify 那也就换言之啊Modify过之后 跟Modify过之前啊 那是一样的 那都是等于0.2005这样子 那我们那个AlphaY 就是起始相互地震力放大倍数呢 AlphaY是等于1.0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AlphaY 有了SAD divided by FU的Modification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V了 就是I等于1.25的时候的V 就是等于0.1432W这样子 然后呢它是等于这个1.094倍的V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看到说 这个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 那我们把这个普加速度啊 正区的普加速度放大1.25倍 然后呢最后发现说 它的那个结构的那个设计普加速技术呢 并不是放大1.25倍 而是放大1.094倍 然后它的那个最小设计水平总横力呢 也并不是放大1.25倍 而是放大1.094倍这样子 好那跟着我们看这个I等于1.5 那我们就采用了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放大法 说那个普加速度系数呢 短周期的 那我们这个把它乘上1.5倍 得到1.2 一秒周期的 我们也是把它乘以1.5倍 那得到是0.6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进段层的调整因子 NA加速度段 挡加速度段是等于1.0 NV挡速度段也是1.0 所以我们这个SS啊 就是等于1.2 S1呢 就是等于0.6这样子 然后这个公子呢 是属于第三类地盘 我们查规范的表2-2 这个挡加速段 挡加速度段的那个公子放大系数呢 就是等于1.0 等输度段的公子放大系数呢 就是等于1.4 那这边呢 也用红色的框框框起来这样 那就相对于这个I等于1.0的时候呢 这个FV呢 是等于1.6的 那当I等于1.5的时候 因为它的那个整个震度提高了 那这个FV呢 是等于1.4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SSD 有了NA 有了FA 那我们把它乘起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DS呢 就等于1.0 那我们有了S1D 有了NV 有了FV 那我们把它乘起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D1 那这个SD1呢 就等于0.84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SDS 有了SD1 那我们相处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那个分界 那这个分界呢 就是等于0.7秒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之中周期啊 它是落在这个T0D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D之间这样 所以这个SAD呢 就是等于SD1呢 Divide by T这样子 得到了是0.7216 然后这个0.7216啊 我们跟了这个SAD 就I等于0 1.0的时候的SAD比较的话 那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I等于1.5的时候呢 SAD啊 是相当于是1.312SAD这样 那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正趋普加速度 放大1.5 1.5倍 但是结构的那个设计普加速度系数呢 并不是放大1.5倍 而是放大1.312倍 这样子 那我们结构的允许韧性容量呢 Ra呢 还是等于3.0这样子 然后因为这个结构的基本阵容周期 大于这个T0D 所以这个FU呢 就等于Ra了 就等于这个3.0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SAD 是等于0.7216 我们有了FU 我们有了FU 是等于3.0这样 那我们相除之后呢 就得到SAD Divide by FU 就等于0.2405这样 然后它是小于0.3 所以呢 就不需要Modification 不需要做一个修正 那就说 SAD Divide by FU 的Modification呢 就等于0.2405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数呢 这个Alpha Y呢 依然是等于1.0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Alpha Y 有了SAD Divide by FU 的Modification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V了 那就是说 这个I等于1.5的时候 它的那个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 就等于0.1718W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们跟原来的V 做比较的话 它就等于1.312V这样子 那就是说 I等于1.5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 并不是放大1.5倍 而是放大1.312倍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边 它会看到说 当我们的正趋补加速度啊 放大1.5倍的时候呢 我们的SAD啊 并不是放大1.5倍 而是放大1.312倍 我们的那个V啊 就是最小的那个设计水平总行力 我们并不是放大1.5倍 而是放大1.312倍这样子 好 那跟着我们就介绍另外一种方法 那就是设计地震力放大法 那这个设计地震力放大法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地震力放大这样 那一样 我们从I等于1.0开始 它的那个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呢 这个V呢 就是等于0.1309这个W了 好 那如果说我们这I呢 是等于1.25 那1.25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V啊 放大1.25倍 那我们就得到啊 是0.1636W这样子 那我说说I等于1.25的时候呢 这个V呢 就放大1.25倍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们要保持 这个设计地震力啊 放大1.25倍 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正确 补加速度系数啊 如果还是放大1.25倍呢 它是没有办法让这个设计地震力啊 放大1.25倍这样子 那我们就经过调整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SSD呢 就是正确的补加速度系数 短周期的 还有一秒周期的 同时把它放大1.428倍 那各位要看到 这个1.428是比1.25大的这样子 那我们经过放大1.428倍之后呢 这个SSD呢 就等于1.1424 S1D呢 就等于0.5712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的进段层调整因子 NA等于1.0 NV也是等于1.0 所以我们这个SS啊 就是说经过进段层因子调整之后的 正确补加速度系数呢 SS呢 是等于1.1424 这个S1呢 一秒周期的 就等于0.5712这样子 好 那因为呢 这个公子呢 是属于第三类的地盘这样 那我们就查表2-2 然后这个FA 就是等加速度段的 公子放大系数 就等于1.0 FV 就是等速度段的 公子放大系数呢 就等于1.4 那这边也用红色的框框 框起来这样 那就是说 当I等于1.0的时候呢 这个FV呢 是等于1.6的 但是当I等于1.25的时候呢 这个FV呢 是等于1.4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SSD了 我们有NA了 有了FA了 然后把三个乘起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得到SDS 就等于1.1424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把S1D NV FV乘起来呢 就得到SD1了 就等于0.7997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SD1 那有了SDS 那我们把它相除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短周期 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 那个分界 就得到是0.7秒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说 这个我们的结构的 基本正常周期啊 是介于这个T0D 跟2.5倍的T0D之间这样子 说这个结构的 那个设计普加速系数呢 SAD呢 就等于SD1 Divide by T 就等于0.6870这样子 那这个0.6870 跟原来I等于1.0的SAD 比较一下之后呢 那我们就知道 I等于1.25之后 那这个SAD呢 是放大1.25倍的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用这个设计地震力 放大法 当I等于1.25的时候呢 V是放大1.25倍 然后呢 SSD呢 是放大1.428倍 S1D呢 也是放大1.428倍 就是说正区的普加速系数 放大1.428倍 那么 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 它的那个普加速系数 就会放大1.25倍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 SSD 那我们有了SAD 有了FU 那我们把它相除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0.2990这样 那因为这个0.299 0.2290啊 是小于这个0.3 所以呢 它就不需要做一个modification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SAD divide by FU 的modification 那我们知道 αY是等于1.0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I等于1.25的时候的 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 或许说 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 然后就刚好 等于1.250倍的那个V这样子 那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 正区域的普加速度系数 放大1.428倍之后 那我们才能够保持啊 我们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啊 放大1.25倍这样子 好 那我们跟着看这个I等于1.5 那我们一样用这个设计地震力放大法 那就是说 当I等于1.5的时候呢 那我们把这个V啊 放大1.5倍 那就会得到啊 这个0.1964这个W这样子 好 那我们呢 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系数 如果说我们的设计地震力 要保持放大1.25倍 1.5倍的话 那我们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系数啊 必须要放大1.75倍 才可以这样子 好 那我们经过放大1.75倍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SSD啊 就等于1.372 那我们这个S1D啊 就等于0.686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这个进段成调整因子 然后呢 NA是等于1.0 NV呢 也是等于1.0 所以我们的SS啊 是等于1.372 S1呢 是等于0.686这样子 那属于这个第三类地盘 那我们查这个表2是2 然后呢 这个FA就是等加速度段的公子放大系数 是等于1.0 然后FV等速度段的公子放大系数 是等于1.4 那这边也是框起来的 那因为相对于I等于1.0的时候呢 这个FV呢 是等于1.6 那现在呢 是降到这个1.4倍这样子 主要说 当这个振度放大之后呢 这个放大之后 变大之后呢 那这个FV呢 就会降低了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有了SSD 有了NA 有了FA 那我们把这个三个乘起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DS 就等于1.372 那我们有了S1D 有了NV 有了FV 那么我们把乘起来 就得到SD1 就等于0.9604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SD1 divide by SDS 就可以得到这个短周期 跟中长周期的分界 0.7秒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基本等等周期 它是落在这个T0D 还有这个2.5倍的那个T0D之间的 那说这个SAD 就是结构的那个设计 普加速度系数 就等于SD1 divide by T 就等于0.8251这样 好 那我们跟这个原来的SAD 比较一下之后呢 那我们就发现了 当I等于1.5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SAD呢 是放大1.5倍的这样子 那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的那个正区 普加速度系数 是放大1.75倍 那但是我们的那个结构的那个设计 普加速系数啊 是放大1.5倍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的SSD S1D放大1.75倍 但是我们的SAD呢 是放大1.5倍的这样子 好 那我们的FU呢 就等于RA了 就等于3.0了 那我们有了这个SAD 有了FU 那我们就把它相除 就得到0.2750这样 因为它是小于0.3 所以呢 它就不需要做个修正这样子 那我们得到这个SAD divide by FU的Modification 也是到Alpha Y是等于1.0 那我们就可以能够计算了 这个当I等于1.5的时候 它的那个设计地震率 就等于这个0.1964这样子 0.1964这个W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比较一下原来的V 是等于0.1309W这样子 那如果说当I等于1.5的时候 这个V呢 就刚好放大1.5倍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正区的 那个普加速度系数 SSD S1D 要放大1.75倍 我们才能够让啊 这个设计地震率啊 能够放大1.5倍这样子 好 那这边呢 做个中整这样子 那我们用这个图目 404100 那只是说我们把那个公尺的那个位置啊 移到这个台南市的永康区 那么我们用两种方法 一个方法呢 是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设计地震率那个放大法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一些结果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放大倍率 保持1.0 1.25 1.5的话 那这个地震率放大倍率呢 就会小于或等于I倍这样子 那就是说 当这个 当这个用途系数I的时候呢 那我们把那个正区的普加速度啊 放大1.25倍 那这个地震率放大呢 只有1.094倍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把正区的普加速度啊 这个放大这个1.5倍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地震率啊 只有放大1.312倍这样子 好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设计地震率放大法的话 那我们就是保持这个地震率啊 这个设计地震率的那个放大倍率啊 跟这个I一致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 如果说I等于1.25 我们要把这个设计地震率放大1.25倍的话 那时候相当于啊 我们要把正区的普加速度啊 要放大1.428倍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要保持这个设计地震率 放大这个1.5倍的话 那么我们的那个正区普加速度系数啊 要放大1.75倍这样子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些这个结论 这个用途系数啊 是用来这个提高这个耐震设计的那个水准 然后也是提升啊 这个结构的那个耐震性能这样子 那我们究竟要用这个设计地震率放大法 还是要用这个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呢 这样子 那因为啊 这个公子放大系数FA跟那个FV啊 随着这个正区的普加速上升啊 而递减 那如果说你的震度越大的话 那你这个FA啊 跟FV啊 就会越小了这样子 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 就会使得啊 这个设计地震率放大法 跟这个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 两个方法出来的那个结果 不见得会一样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一个这个SAD divided by FU 那就是说公子的那个普加速度 普加速度啊 除上了这个结构系统的那个地震率折减系数 那这个笔值 那这个笔值呢 要做一个modification 而且呢 它就是这个值越大的时候呢 它就需要modify 那经过modify的时候 它会变小了这样 所以呢 它也会让这个设计地震率啊 跟这个普加速度 这个放大法 这两个放大法的那个结果 会不一样这样 那所以说因为这两个因子因素 一个的话就是公子的放大系数 一个的话就是SAD 除上FU的modification 使得啊 这个设计地震率放大法 跟这个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 两个方法的结果 并不见得会一样的 那如果说采用了这个设计地震率放大法 那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地震率呢 就会放大这个I倍这样子 那但是呢 正区的那个普加速度呢 那个放大倍率呢 可能大于或等于这个I倍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放大 它的那个倍率啊 会跟这个结构的系统 这个有关 那也会啊 跟这个地盘的分类有关这样子 那所以说有可能的话 在一个正区里面啊 用同样的用途系数的I的那个建筑物 它的那个设计基准很可能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原因的话 就是因为它的正区的普加速度 放大的倍率不一样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以这个本文的案例来看的话 当I等于1.25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那个正区普加速度系数啊 要放大这个到1.428 那说说如果我们要保持啊 这个地震率是要放大1.25倍的话 那我们这个正区的那个普加速度系数啊 要放大1.428倍 要放大1.428倍这样 好那如果I等于1.5 如果我们要保持这个地震率 设计的地震率 放大1.25倍 1.5倍的话 那我们这个普加速度啊 正区的那个普加速度啊 要放大1.715倍 SSD要放大1.715倍 S1D呢 也要放大1.715倍这样子 好那如果我们采用啊 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放大法 那我们就用用途系数I 来放大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 普加速度这样子 那就是说在同个正区里面的话 具有同样的用途系数的那个建筑物 它的那个设计基准就会一样了这样子 但是它出来的那个设计地震率的放大倍率呢 有可能小于或等于I倍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以我们的这个文章的案例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SSD放大1.25倍 S1D放大1.25倍 那就是说我们把正区的普加速度放大1.25倍的话 那么我们的那个设计地震率啊 只有放大1.094倍这样子 它是小于这个1.25的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对于I等于1.5倍的啊 I等于1.5的那个建筑物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SSD放大1.5倍 S1D呢也放大1.5倍 那对于我们这个报告的案例的话 那这个设计地震率呢 只有放大1.312倍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我们根据这个危害度分析这样子 那我们用这个475年回归期为例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正区的加速度放大1.25倍 那么它对应的回归期啊 就从475年了提升到这个2000年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I是等于1.5倍 那就是说我们的正区的那个普加速度放大1.5倍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回归期啊 就从475年了放大到1万年这样子 那我们看这个2000年跟这个1万年 这个回归期相当的高这样 所以采用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放大法呢 已经充分反映了这个建筑物的那个重要性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我们采用这个地震率放大法的话 那就是说正区的普加速度可能放大高于这个I倍这样 那就是说它对应的回归期更长 那就是说如果I等于1.5 1.25的时候它的回归期很可能比2000年还长 那I等于1.5的时候 它回归期很可能比1万年还长这样子 那么长的那个回归期呢 有可能了造成了这个过度的那个设计 或说不用一设计 因为这个地震率实在太大了这样子 好那我们的参考文献的话 这边有这个建筑物的耐生设计规范 那这个营建署的网站就可以下载了 然后呢再来是这个土木404100 然后呢这个是2011出版的 那是中国土木水地学会编撰的 然后科技图书出版的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第三个文献的话 就是这个用途系数跟这个设计地震率 主要是这篇这个简报的主要的内容呢 是出自医院这个文献这样子 那是发表在这个2016年 在这个祭司报里面发表这样 然后这个是它的网址 然后可以连结下载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讲到说一个用途系数跟这个设计地震率 然后呢我们现在现行的啊 这规范呢比较倾向于啊 这个设计地震率放大法 那就是说直接用I来放大这个设计地震率这样子 那用I来设计设计那个来放大那个设计地震率的话 那有可能它的那个正区的那个普加速度系数啊 很可能不止放大这个I倍这样 那有可能啊这个设计太过度了 或许说这个不容易设计这样 所以呢我们就提出来啊 是这个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 那这个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的话 让这个同一个正区的同一个用途系数的 它的那个设计基准呢是一样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倾向于啊 采用啊这个正区普加速度放大法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